刚刚修正的那个画面还有这个步骤 大概就把它贴到这里 至于说那个路径 甚至你可以把像这个路径Ctrl C 比如你要贴到这个路径 我就直接把路径放在这 你直接到这个上面 把它贴上也可以 Enter 它也可以连到 如果你的路径是374的话 应该OK 其他就按照步骤 这样的话很快就可以把中文的字形 快速修正这个部分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后面还有几个练习题 包含就是说 我们拿之前的那个学生成绩 那学生成绩的话 我们可以利用什么 利用之前云端上面 我们有一个档案 这个档案的话在云端白板里面 有一个这个学生成绩的 这一个 这个这个 这个Google的试算表 那里面的话当然有几个人 包含就是姓名在这里 它的成绩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以那个姓名当X轴 成绩的话呢 当Y轴 然后呢 当然因为会有三个成绩 所以需要三条线 也就是说呢 第一个 我要如何怎么样 把这三个成绩 变成三个串列 然后呢姓名一个串列 那如果我最后希望怎么 画出来的图 第一个当然你需要怎么 把它先下载 前面应用如果下载过 你就直接拿 CSV档 把它下载下来 那下载下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一样做Open的动作 Open完之后 要如何把它做开启 OK 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有没有 画出来类似这样 这个图 这样 你怎么画得有点乱七八糟 为什么这样乱乱呢 123 4 5 6 也先再看看好了 OK 还是说顺序 那我如何把这个成绩给绘制出来 那首先的话 当然第一个 一样呢 我们可以怎么Open它 Open这个CSV档 那我这边是因为 我需要有四个栏位 所以跟前面一样 我用Realize 把这里面的资料怎么样 把它放到ABCD 四个list里面 所以我先怎么 先产生四个串列 然后分别 用那个切割的方式 分别把它放进去 不过跟各位讲 你们可以试试看 用Pandas 有没有 Pandas怎么样呢 里面 你可以直接把Pandas里面 直接 因为Pandas里面不是有Read的 Read Excel Read CSV 那你可以把它Read进来 把它变成一个什么 Data Frame 这个Data Frame 直接就可以喂给 这个图表去画图 所以 当然方法很多了 我讲这个方法是起 刚刚的方法是起了Pandas 你可以试试看 用Pandas来绘制图 然后分别的话 因为有四个栏位 所以我们有四个串列去接 那接了这个之后的话 产生四个 在前面都讲过 然后再分别 因为我要画的是 长条图 所以 我跟这样 画的是折线图 所以我这边用 也是这样产生一个Plt的物件 然后它的方法叫Price 分别绘制的时候 那你会发现 A轴的话 一样都是A 那 Y轴的话 国语就B 数学 英文 分别给不同颜色 然后宽度 然后LAGO标签 改一下 最后把它绣出来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绘制出 我们要的这个结果出来 OK 所以你会发现 我绘制 这线有点乱 也许是不是可以 再画成别的 或者长条图之类的 把它再做个变更 主要是从外部 读取资料之后 再把它绘制出来 OK 第一个 那这个也许请各位再练习看看 那第二个的话呢 再来的话 后面 其实在 我们的那个 证照考试体里面 一样是第四类 第四类部分的话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大概就绣一下 里面的话401 折线图 它要的大概就是说明 要做出类似这样 并且把它输出成一个图档 也就不是只有输出在画面上 它有相关的设定需求 它类似长得像这样 怎么做 也许 大概简单来看一下 这个答案就把它的data 汇度 data1 data2 然后它的相关的参数给它 然后最后把它绣出来 各位看一下 OK 长这样子 如果你要存档的话 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现在show 如果你要存档的话 其实也非常简单 底下的话 你可以再加上什么 加上一个 它有一个方法 叫做 save fig 的一个方法 后面呢 你只要提供给它一个档名 跟副档 副档名的话 给它png 最后的话 就可以把这个档给存出去 我看一下 把它存出去 这个时候你会看 除了可以show之外 我把这个src重新refresh 看一下有没有charge png 这个 把它点两下 你会看它开启的是浏览器 并且把这张图档把它显示出来 不过这个浏览器 我看 或者我用内建的 properties 这边把它展开一下 我用内建的那个 这个这个 把它打开 在这里 我用内建的 绘制失败 close 啊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先后持续 我印象中好像你 必须要怎么样 输出土档的话 可能要在show之前 印象中这样 如果你show之后的话 而且show好像要 这close好像要放在这下 后面喔 试一下喔 如果你顺序搞错的话 存档好像会失败 有了 OK 有没有 所以特别注意喔 你存档喔 那很奇怪 你show了之后喔 就没办法存档 这怎么云 OK 之前好像有遇过 所以特别注意喔 如果你要存档 请你秀之前把它存档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喔 试试看喔 就是利用那个 我们之前的学生成绩 假设引用进来 当然两个方法 你可以用读档的方法 有没有 把它读进来 主要是因为 那个画图必须是 要用串列 所以呢 你势必也就必须要产生串列给它 OK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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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